一天之内同时和三个女生约会 海王的时间管理究竟能有多离谱 电作李峰依南之前的以系列钓鱼操作 让女嘉宾们都误以为自己营免很大 不是跟依晨出品吗 发现我俩就是非常的气和 我觉得她还蛮懂我的 而且她真的很用心 嗯 别怼 我没见过比我大的男朋友 哦 真的啊 真的 你喜欢弟弟吗 类型 就高瘦弟弟 哦 对 他就是看中陈依晨啊 可没想到他们互相失探的时候 婚姻男已经和刚认识的女嘉宾甜妹向谈生欢了 我现在兼职在教小孩子学英语 我之前在深圳也有教过英语 我前天刚教了十个小孩子 十岁的 还有三岁的 年龄很 对 他们组合起来了 还要组织他们一起玩游戏 而且他们很聪明 很聪明 想法很多 当然 高情商的婚姻男也不会自呼自的话 要自己奔业会被甜妹不控制 那你教的话是 我的力量也挺大的 我是教三到十八岁 然后我的是用戏剧游戏去学英语 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点子给我 可以哦 我可以把那个教案发你 哦 可以 没问题 这样就打赏了 饭饭过后 婚姻男也是顾不及待地 在甜妹面前展现魅力 整个夏天 夏天 嗯 压力大了 听一个题会不会好一点 会好一点 但是你知道我有点紧张 哦 不仅如此 她还非常会采摩女生的心思 准确专输了肯定的兴趣点 改成英文版上 唱给小朋友听嘛 哦 可以 差不多是 学一首歌把它改成英文的 然后唱小朋友 真的吗 有改过什么 就是 斑马 斑马还有很多 一场即兴给他们唱 就不如把她的名字编在一起 真的很可爱 果然 欢迎来了这期多线操纵 成功将三位女生 比一往大进 困难的丰收的一天 我可以为 对你发起一次正式的约会 OK 请你来约会 如果你有 OK 没问题 普通人一天约会三个人 过着想象 就能已经投资发麻了 但冯一男在约会当天 不仅将每个女嘉宾 都红得福不贴贴 艾伦克为主 将约会都变成了他的主唱 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什么最重要的 对啊 信任 对 我想说的是信任 我是别人对我好 就不要对我真心的话 我是一定会 就加倍 加倍去还给她 嗯 并且她明明对气质女 没什么兴趣 却还是若居若履地 给她希望 我觉得我们两个合作还不错 对啊 好听 让你唱一次 好 你们唱 这边 哄完了气质女的风衣男 依旧游刃有余有余的 直接感望 下一场约会 她都不带换衣服的 解开扣就是 她累不累 虽然连衣服都没有换 在和玉姐的相处上 也毫无破绽 别损失了 不损失了 损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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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她一会儿老鼠笑 你这样 好看吗 哎呀 哎呀 你这样 怎么回事 二档门到和还没怎么熟悉的 甜美约会时 风衣男的态度就紧张多了 好美哦 我还喜欢老船型 我们可以写字 我们可以 我还会很丑 我还会好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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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kill off the most desire 人家的怀疤 我还好 风衣男知道 门嘴夸奖 反而会让女生觉得容易 所以她还会给甜美表现自己靠谱的一面 今天有一句吗 嗯 我从三个月就怕他抱了 我也是三个月收花魂 当时躺着就回来睡着 当时感觉就是肩上多了很多责任 我感觉 我现在是一个男人 哈哈哈 甚至连面对女生兵们的送命题 也是机智化解 那你的理想心是什么 我没有特定的理想心 她可以是外星 哈哈 外星 女生的评价 凯文 一位很可爱的女生 珍珠暂时是不太了解 张天是非常亲我自己要干什么 说到吴沛呢 有一些古人经过 是一个非常细心体贴的一个人 天哪 这种到位的鱼塘管理大师 哪里是要上脸走呢